里面的那个招啊 里面的招啊 里面的槽 你看它们其实都写的蛮远的 对不对 对 那再来 这个庙那个眼字旁啊 那一横 你看一下 你把你的笔 笔尖过来以后 笔尖过去慢慢按压 好 固定了 你就不要再按压了 好 我稍微收一下 所以它也会 比较没有那么粗 好 这样听懂 对 这样就你的线条 不会硬邦邦的就是你 好 那么样的粗硬 好 这边呢 也不要太长 斜斜的 好 向左边稍微按压一下 让它有一点重量 对 我上面 你看不清楚我的轻重的话 你回去把影片拿再看一下 好 那这边有很多都是 没有完全接老的 你就不要 就硬伤伤的就把它接住 我们就留一点想象空间 好 那它呢 就距离比较远 我们也不妨来试一下 好 你就注意看一下 我的这个握笔 没有很紧 没有很紧 好 槽 好 这条线你可以先写 也可以先写一点 但彼此的横线的距离啊 都不要太远 好 手提高 往左 所以你在转弯的时候 它就不会变粗 所以你看我的指头 我没有很紧的去 去掐我的笔 就是这样 就这样而已 好 没有很紧 好 接下来它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远 好 这个地方它也是距离比较远 好 这个地方它也是距离比较远 我手都是提住的 没有按压它的 好 这个车 好 所有的线条都不要距离太远 那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最后那一个长笔画 我们这里呢 其实它前面这个有点接近是凯书的笔法 那我把它用我们凯书的经典笔法 历书的经典笔法 好 笔提高 我请问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往下 笔有没有往下 这个 没有 没有 RM X M